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歡迎大家收看屈基TV 這個是屈基焦點欄目 我是鄧飛校長 最近有一段新聞 挺精彩的 英國政府英國皇家海軍宣佈 派出巨型航空母艦 伊莉莎白女王號 走來遠東 走來亞太 最重要是走來南中國海 巡遊 走一轉 一方面配合著美國 對中國所謂在南海的自由航行 的一個做法 只是美國的戰艦不夠照 澳洲的戰艦又出動 遲些德國的戰艦又出動 現在就是英國 英國是美國的鐵桿粉絲 當然要出動 而且他認為是最巨型的 對英國來說最巨型的航空母艦 叫伊莉莎白女王號 一路駛向南中國海 最後也會去韓國等等 有一個武力的宣示作用 也說是宣示自由航行的國際法權利 今天跟大家說 伊莉莎白女王號的航空母艦 NO 應該說是整個英國航空母艦的歷史 為什麼我要說英國航空母艦的歷史呢 兩個原因 一方面 我理解這次英國派出的伊莉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 不純粹是一個軍事行動 我就把它稱為Catwalk 好像在做Fashion Show 走Catwalk 我不是跟你說話 是真的 第二件事 畢竟英國是一個海軍大國 有幾百年洪霸全球海洋的歷史 而航空母艦 有些說是由英國人發明 有些說不是 是其他國家 包括日本發明 沒有所謂 但是航空母艦對於英國 無論技術的創新也好 應用也好 還是方方面面也好 包括對於中國海軍來說 也有很大的借鑑意義 我們現在說起 中國的第一艘航母 遼寧號的航空母艦 一般我們現在的理解 是來自前蘇聯 來自俄羅斯的一艘巨型戰艦 很容易給大家一個天頗的印象 中國的航空母艦主要是受俄羅斯海軍的影響 問題是俄羅斯的海軍不是太擅長 航空母艦的 這是它的約項 不說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中國的航空母艦 也有受英國的影響 所以這次我為什麼會選一個 伊利沙漠女皇號 所謂說走Catwalk 走到南中國海 就選一個來跟大家說 首先第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繁瑣的 但是也很有參考價值的知識 就是海軍和航空母艦 我記得我以前還在教書的時候 現在做校長脫了產 以前教書的時候有個學生問我 他說 老師 我看一些圖書館的書 我其實分不到那些戰艦 哪種戰艦打哪種戰艦 航空母艦 巡洋艦 驅逐艦 到底有什麼分別 跟著還分很多不同的等級 簡單來說 我們如果真的要鑑賞戰艦 當然有很多標準 第一件事 要鑑賞排水量 我們不是說戰艦有多重 是說排水量 一般來說 滿載排水量 如果是500-600噸以上的戰艦 就真的叫做艦 在中文就將它命名為艦 如果500-600噸以下 就叫做艇 三板衝炮艇的艇 Boat 當然這個不是必然的 500噸有時候是中國的習慣 600噸來劃界 這是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的時候規定 說明600噸以下的戰船 就叫做艇 不過重點就是 所有西方列強的國家包括日本在內 600噸以下的戰艦 生產的數量是不受限制的 你喜歡生產的多少 結果這裡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當時的日本帝國海軍 二戰之前 1930年 懶惰 行啊 你說600噸以下是不限數量 600噸以上是有數量限制的 我以前有一集說過的 600噸以下沒有數量限制 結果 日本帝國海軍生產了一隻小艇 533噸 這隻小艇名名叫做有殼號 但是這隻530多噸的小艇在上面裝備了大炮 以及魚雷管 結果半個月之後失去了重心 反了艇 反了艇 這也是一個 海軍歷史上一個比較搞笑的事故 即是做人不能太貪 日本人有時候過於取巧 第一件事要看排水量 排水量放到航空母艦裏面 大概分成這幾類 3萬噸以下的排水量 就叫做輕型的航空母艦 如果3萬噸至6萬噸的話 就叫做中型航空母艦 如果6萬噸以上的 基本上就叫做大型的航空母艦 而7萬5千噸 就叫做超級航空母艦 而今次的伊利沙瓦女王號 是6萬5千噸 絕對是一個大型的航空母艦 絕對是 純粹講過排水量來講 它肯定是大型的 大家要看第一件事就是排水量 第二不同的戰艦的種類 最厲害的是航空母艦 水面上是 然後其次 已經是老土龍行的 Battleship 即是戰列艦 巡洋艦 驅逐艦 然後是巡防艦 巡防艦是台灣的翻譯 內地叫護衛艦 然後還有其他小型的炮艇 魚雷艇 水底還有潛艇 包括核動力的潛艇 和常規的潛艇 等等 這些是按種類來劃分 不同種類的戰艦 承擔著不同的功能 而航空母艦最厲害的 就是一個移動飛行的平台 因為到了二次大戰的時候 已經不再是 軍艦對軍艦 大家各自開炮 水面上不同的軍艦 大家平衡不難開炮打 不是這樣的 到了二次大戰的時候 珊瑚海戰役開始 基本上雙方的艦隊 你又看不到我 我又看不到你 怎樣打呢 就是在航空母艦上面的飛機 飛蓋對方 去打 別人的戰艦 彼此也是這樣做 在水面上的戰艦 多多少少是飛機的活靶 所以航空母艦的制空權 在海面上的制空權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兵器 很重要的武器裝備 所以航空母艦的重要性就是這樣 可能大家要知道 另外 不同的戰艦 無論是航空母艦 還是其他類型的航空母艦 還有一個名字 分不同的等級 不過這個等級 大家不需要望民生意 這個類似大家買私家車 同一個品牌的私家車 可能有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款式 就當是不同的等級 最早的戰艦的等級 真的是很重要 風帆時代 木製戰艦的時候 分五級 一二三級是大型戰艦 四五級是細型中小型戰艦 分級基本上是 一隻軍艦有多少大炮 木製戰艦裏面 有多少層的甲板 有多少層的內籠 越多的大炮 越多的甲板 戰艦的級數越高 但是到了現代就複雜很多 要計算排水量 要計算多少個武器裝備在上面 要計算它有多少個電子的設備等等 這是不同的等級 航空母艦也是分成不同的等級 如果我們是說 英國 英國生產航空母艦 運用航空母艦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籠統一點是說1918年的時候 英國皇家海軍已經是將一隻 非航空母艦改造成為第一手的航空母艦 如果我們說不是改造的 真真正正 由零開始製造一艘 真正的航空母艦去下水 我們計算 分級來計算是1940年開始 從1940年一直到2019年 英國皇家海軍有 生產過9個等級的航空母艦 我估計算是9個系列 你當是試駕車 這9個等級都非同小可 如果你說那麼多的等級 能夠拍得住它的國家 最主要就是美國 其他國家都去不到它發展的水平 在這裏給大家一點知識 英國皇家海軍在它的所有戰船 開頭都會有一個英文的簡稱 就叫做HMS HMS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Her Majesty Ship 即是說女皇陛下的戰船 所有的軍艦 無論是航空母艦 還是普通的戰艦 他開頭一定有這個字 HMS Her Majesty Ship 意思就是這樣 1940年到2019年 9個等級的航空母艦的名字都很型 也是很型的 第一個等級 1940年就叫做光輝級 HMS Illustrious 第二個等級是HMS Implecable Implecable 意思是仇恨仇怨 然後有兩個等級 在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 兩個等級的戰艦 一個叫做HMS Colossus 巨人級 另一個叫做HMS Majestic 威勢級威嚴級 這兩個等級的戰艦 最主要就是我今天想說的是什麼 他不是用來打仗 他是用來租給別人 賣給其他國家 我想提醒大家 這隻伊利沙伯女皇號的戰艦 為什麼我說他是行catwalk 是多過行 軍事威脅的作用呢 因為他不只是為了在軍事上 耀武揚威 最重要是沿途經過那麼多國家 包括中東 印度洋 一直到東南亞 其實他正在展示貨板 給了沿途經的國家看 我英國生產的航空母艦 品質就是這麼高 有興趣可以去賣 其實是有這樣的意思 1940年至1950年的時候 有兩個等級的航空母艦 兩個等級加起來有12隻航空母艦 10到12隻 分別是巨人級和威嚴級 這兩個系列的航空母艦 根本不是用來實戰 不是英國皇家海軍自己用來用的 是用來賣的 是用來賣的 然後還有幾個等級的 包括HMS Audacious 大膽級 HMS Centres 半人馬座 半人馬級 HMS Mortar 馬爾他級 曾經是英國海軍很重要的基地 還有一個很型的 HMS Invincible 無敵級的航空母艦 起的名字都很有趣 然後我們這次看到的伊利沙漠女皇號 他本身也有一個級 HMS Queen Elizabeth 這個是伊利沙漠女皇級的戰艦 什麼意思呢 他一個級 一個等級的航空母艦不會只有一隻 他通常有超過一隻 可能有一隻兩隻 一直到九隻十隻都會有 在那個等級或者系列的航空母艦裡面 第一隻軍艦叫做什麼號 就以那個軍艦的號去命名那個等級 比如現在這個叫做HMS Queen Elizabeth 就是伊利沙漠女皇號 的戰艦 同時是伊利沙漠女皇級的航空母艦 總共有兩隻 第一隻就叫做伊利沙漠女皇號 所以這個等級的航空母艦 65000噸的 等級的命名就叫做伊利沙漠女皇級 除了這個戰艦之外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跟它完全是同一個級數 幾乎的設計圖字都一樣 就叫做HMS Prince of Wales 就是威爾斯親皇號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2019年最新的一隻落水的 65000噸的航空母艦叫做威爾斯親皇號 它也是屬於伊利沙漠女皇級的戰艦 我再說一次 每一個等級不會只有一個航空母艦 不會只有一個戰艦 以那個等級的第一艘軍艦的命名 作為那個等級的命名 伊利沙漠女皇級的戰艦 第一艘就是伊利沙漠女皇號 第二艘就是威爾斯親皇號 如果這樣計算 我用我剛才所說的 1918年 去改裝了第一隻航空母艦開始 因為到了2019年威爾斯親皇號下水為止 我統計過 英國Total計劃建造的航空母艦 是53艘 留意我是計劃建造 而實際建造了大概40艘左右 有13艘去哪 有13艘取消了 起不成 起不成是兩個原因 第一沒有錢 很實際就沒有錢 第二件事就算有錢也好 發覺設計有問題 設計的技術標準可能不過關 取消 即是計劃53艘 實際建造了40艘 有13艘取消了 在實際建造了40艘航空母艦之中 有一艘是出租的 那艘的名字就叫Magnificent HMS Magnificent 姑且稱為宏偉號 是1948年的時候生產下水 接著就租給加拿大皇家海軍 直接租給他賺租金 英國人計算他的數目也沒有死 然後到1957年的時候 就不租了 加拿大皇家海軍就交給英國皇家海軍 英國皇家海軍自己用 40艘航空母艦裏面有一隻是出租了 而剩下有10艘 賣給外國 開頭是租 後來直接賣掉 實際英國皇家海軍自己用的 航空母艦40艘左右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挺有趣的 這10艘賣給外國的軍艦 很多都是在二戰期間賣的 1944年二次大戰已經到了尾聲 1944年下水的航空母艦叫巨人號 HMS Colossus 巨人號的航空母艦先租給法國海軍 租了兩艘 算了 就賣了給法國 然後到1945年 其實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 有一隻叫勇士號 HMS Warrior 勇士號 先租給加拿大 加拿大很過癮 專門租英國的航空母艦 他不買 租了給他 租了一段日子之後 1958年的時候賣給阿根廷 接著那隻就值得大家紀念 1948年的時候 落水之後 馬上賣給荷蘭海軍 賣給荷蘭海軍 這隻軍艦的號叫HMS Venerable 可敬號 這隻軍艦有些不是很好運 他賣給荷蘭之後 軍艦就火燭 火燭是維修的 維修保養 荷蘭海軍要維修保養 接著要叫英國的船長維修保養 搞了一大輪之後荷蘭說 我不要了 轉手賣給 亦賣給了阿根廷 賣給了阿根廷的海軍之後 這隻航空母艦原名 英國命名為Venerable 即是可敬號 然後阿根廷買了航空母艦之後 改名為5月25日 為什麼叫5月25日呢 因為這是阿根廷的獨立日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1948年下水的軍艦 航空母艦賣給了阿根廷 1948年下水 然後到1982年的時候 英國和阿根廷打福克蘭群島戰爭 賣以為納斯群島戰爭的時候 阿根廷出動的軍艦 那隻航空母艦 就是這隻由英國生產的 5月25日 阿根廷就出動軍艦 所以對當時英國的遠征軍來說 其中一個戰略的目標就是 打沉這隻由自己英國生產的 航空母艦 如果能夠打沉它的話 阿根廷的士氣就會崩潰 當然最後沒有打沉 歷史的循迴 或者輪迴很有趣的 戰艦是英國皇家海軍生產的 生了之後輾轉買給阿根廷 然後幾十年之後 英國和阿根廷打仗 阿根廷拿出這隻由英國生產的戰艦 和英國對陣 然後英國就自在想打沉它 聽了幾有趣 可能大家覺得1948年下水 到1982年的時候打 過了30多年 要留意 一隻航空母艦用25年 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是很正常的事 但大家不要以為用了30多年 又老土又舊 不是 船體不會舊 最關鍵是裏面的武器裝備 以及電子系統 要更新換代 能夠換到最新的裝備 就是導彈 以及換到最新的電子裝備 船體沒有影響 所以一隻 航空母艦用它20-30年 是很平常的事 然後到1956年的時候 英國也算得很盡 他就把自己一隻 用到退役的航空母艦 叫做伏仇號 租了給澳洲 租了給澳洲之後 又轉手賣給巴西的海軍 賺到盡 首先是自己 用到退役 然後退役之後 租給澳洲 租給澳洲 又賣給巴西 你想想英國的數字 計算得多盡 我講那麼多 仔細的資料 我想提醒大家 英國海軍不是純粹是一支軍隊 他同時也是在展示做生意 是一個貨板 這個我想強調 1947年這隻軍艦 那時候會講得更加多 有一隻叫做 HMS Majesty 叫做威嚴號 或者叫威勢號 或者叫架勢堂號 沒有所謂 1947年的時候 英國和海軍 就把這隻 Majesty 軍艦 賣給澳洲海軍 賣給澳洲海軍 稍後再講這隻軍艦 這隻軍艦很有趣 澳洲海軍收到這隻軍艦之後 他不會再用英國的名字 就改成 麥爾本號 大家記住 我一會兒再講 麥爾本號戰艦 麥爾本號戰艦 然後再數 47年除了賣給澳洲這隻軍艦之外 還有另外一隻 名字很可怕 叫做HMS Terrible 恐怖號 賣給澳洲 同一年賣了兩隻軍艦給澳洲 然後1957年 找到另一個冤大頭 找到另一個很急於購買 最新裝備的就是印度 1957年就賣給印度海軍 一個航空母艦叫大力神號 Herculus Herculus這個名字就是古希臘神話 大力神的意思 1950年也賣給加拿大皇家海軍 一個叫HMS Powerful 很過癮的 然後 最後再講兩隻戰艦 這兩隻戰艦的名字很有趣 1986年的時候 就將一隻1959年下水 到1985年英國已經用到盡了 退役了 1986年的時候就賣給印度海軍 那隻軍艦的名字女士聽到就很開心了 那隻軍艦就叫做HMS Hermes 外馬士號 好像賣手袋 為什麼叫做外馬士號呢 因為外馬士Hermes本身 就像剛才講的大力神 也是古希臘神話的人物 Hermes如果我印象中應該是古希臘神話 掌管商業 娛樂 還有時尚的一個神 所以他既是適合於 女士的外馬士的手袋 也適合於英國那麼商業化的海軍 1959年下水 1985年退役 即是足足用了那麼多年 然後轉手賣給印度 印度又近得下的 那麼過癮 2005年的時候就將1980年落成的 一隻無敵號航空母艦 HMS Invincible 賣給土耳其 不過土耳其也聰明 土耳其買這隻軍艦 其實不是自在去裝備土耳其的海軍 而是將它大射白快 將它拆掉另外改裝 做其他的用途 土耳其就會聰明一點 留意 換句話來說 53隻計劃興建的航空母艦 實際興建落水有40艘 13艘的胎死腹中 這個比例高不高 低不低 你想想對一個老牌的海軍大國 英國來說 他的胎死腹中的建造海軍 航空母艦的計劃 都有這麼高的比例 其實我們都可以理解其他國家 其他新興的海軍國家 如果生產 建造船 有很多是胎死腹中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每個國家都那麼財大氣粗 大家要留意 英國海軍不是純粹拿來打仗 是貨板來的 大家要留意 跟著來 跟大家說回剛才那隻 賣給澳洲海軍的軍艦 HMS Emergency 威嚴號海軍的航空母艦 賣給澳洲之後 澳洲將它改名成為 麥爾本號的航空母艦 為什麼會特別提麥爾本號航空母艦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這隻軍艦是一隻很邪牌的軍艦 很邪牌的軍艦 第二個原因 這隻軍艦跟中國有些關係 要留意 為什麼邪牌呢 我不是說他撞鬼 不是說鬼故 而是這隻軍艦 前前後後下水之後 賣到澳洲下水之後 不停撞其他的 戰艦或者撞其他的船 即是 發生過很多的撞船事件 發生過很多的船難事故 是多到不得了 造成了很多人的傷亡 第一次 1957年 1957年這隻麥爾本號的戰艦 英國生產的麥爾本號戰艦 就在南澳洲的首府 不是澳洲首府 南澳洲首府 對出海面上的航行 對出海面上的航行 撞到自己澳洲另一隻軍艦 那次是第一次的船難事故 第一次的撞擊 就叫做嗨花一點點 也不是太嚴重 那也算了 很等閒的事 尤其是這麼龐大的航空母艦 比貨櫃船長大的時候 如果撞到其他戰艦或者撞到其他船 可以理解 怎知道1964年 麥爾本號這隻航空母艦 跟自己 護航的一隻驅逐艦撞了 因為航空母艦不會孤零零在海上走來走去 不會的 他一定配套有驅逐艦 巡防艦 防衛艦 潛艇 大家組合成為一個航空母艦的作戰群 集體行動 不會一隻航空母艦 傻傻傻孤零零在海上走 不會的 因為他自我的保護能力比較弱 1964年的時候 麥爾本號航空母艦 跟護衛他的驅逐艦 當然是澳洲海關的驅逐艦撞了 而且撞得很恐怖 怎樣恐怖呢 就是麥爾本號航空母艦是攔腰鋸斷了那一架驅逐艦 直接鋸斷了 鋸斷了之後大件事 捉死了 傷了幾多人 我不知道 死了82個海軍官兵 1964年 這件事很震撼了 令整個澳洲的軍方和澳洲社會 到嘩然 時間五年之後 1969年 1969年澳洲的麥爾本號航空母艦 跟美國的海軍 一起去南中國海巡航和演習 你要留意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南中國海巡航和演習 不是今天才有的 五六十年代已經是 朝鮮戰爭的年代已經是 1969年的時候 麥爾本號航空母艦 跟美國海軍一起在南中國海 所謂的自由航行和演習 又發生了一件事 麥爾本號又撞到美國的驅逐艦 而且這次撞到很邪牌 神推鬼擁 嚴格來說不是麥爾本號撞美國的驅逐艦 而是美國的驅逐艦 神推鬼擁 進入了航空母艦航行軌道 結果航空母艦那麼大隻船 殺不了掣 殺不了掣 然後就一下子撞到美軍的驅逐艦 後來有一個檢討報告顯示 當時美軍的艦長在睡覺 睡覺的 他是最資深 最有經驗的 睡覺就交給一個副艦長 年輕的指揮 結果就真的中招 這個你不能與麥爾本號 是美國的驅逐艦自己走到人家的軌道 被人撞 一撞 死了73人 傷多少 我不知道 總之死了73人 這件事一發生之後 整個美國海軍就覺得很邪 覺得我不跟澳洲海軍演習了 我走過走 因為跟澳洲的麥爾本號航空母艦一起演習的美國海軍 不是只有一隻驅逐艦 還有其他戰艦 其他戰艦說我們不玩了 我走走走走 美國海軍從此之後對麥爾本號這艘澳洲航空母艦 生產就是英國生產 多多少少有些秘技 有些豹豹的 誰不知 四天之後 不是四年之後 是四天之後 四天之後這艘麥爾本號又撞了另一艘民用的船 又造成一定的傷亡 搞到 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西方人都有他很迷信的一面 西方的迷信很多時候跟行船有關 跟行船有關 如果一艘船成這樣撞到很可怕 大家會覺得這艘船很邪牌 1970年 過了一年之後 麥爾本號航空母艦在澳洲的悉尼首都附近的外海 撞了另一架輪道 輪道不是大船 撞到輪道 那輪道真是當黑 兩年之後 1972年 不是撞了 麥爾本號突然間自己的船火觸 自己火觸 一會突然燒起來 燒成了火災 當然船上有救火設備 很快就蓋上了 但是船上的官兵就越想越邪惑 英國生產的航空母艦怎麼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還沒完 兩年之後1974年 又在悉尼外海 撞了一架客輪上面 又撞了 再過兩年 兩年一次 兩年一次 1976年 又是在悉尼外海撞到一架 日本的貨輪上面 撞到日本貨輪上面 而且撞的時候 日本的貨輪已經看到他撞到了 我不知道他講英文還是什麼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結果航空母艦就撞到日本貨輪上面 撞了那麼多事 都還沒完 1979年的時候 他不是撞 他就發生了一件被撞更壞的事 他的動力系統 他的鍋爪 突然自己爆了 這個比我所說的火燭更壞 同樣都是1979年 同一年的時候 他剛剛才在 美國那裏重新更換了他所有的電子戰的設備 他電子的通訊系統 全部裝備了最先進 很棒 包括雷達 天線 都是最佔端 最先進 誰不知 走到本朗坑的時候 最尖端的船頂的雷達上面那條天線 自己掉到海 而且直插到海底 那條天線直插到海底 跟著澳洲海軍 立刻去打鬧 完全撈不到 換言之這一隻航空母艦上面 最尖端 最先進的設備 自己掉到海 不知道誰會弄掉 澳洲海軍覺得很絕望 這是什麼鬼船來的 想不要這隻船 想放棄 想放棄 有一段時間來到1982年 1982年的時候英國當然知道澳洲 那隻墨爾本號我們生產 和出售給澳洲的墨爾本號搞了那麼多東西 也知道澳洲海軍想放棄這隻戰艦 想要買另一隻戰艦 英國皇家海軍政府跟澳洲政府說 不如這樣吧 我現在有另一隻戰艦 就是那隻無敵號的航空母艦 HMS Invincible 不如我賣給你 便宜一點 算便宜一點 2.5億美金賣給你 澳洲政府和澳洲海軍 心動了2.5億美金 1982年的價目 2.5億可以買一隻Invincible的 無敵號的航空母艦 去取代這隻墨爾本號 可以製得過 心動了 怎知道 在那時候 英國1982年 英國和阿根廷在馬島戰爭裏面 打起來 打起來的時候 澳洲政府 澳洲海軍一直在觀察的場上 如何打 最後澳洲海軍自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認為 航空母艦在未來的戰爭中應該作用 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靶 在海面上最大的軍艦就是航空母艦 他基本上是一個靶在那裡 跟著阿根廷的空軍飛過來的時候 阿根廷的空軍用 用法國製的幻影戰機 攜帶著飛魚導彈 飛魚導彈不斷打進軍艦上 雖然打不中英國的航母艦 但是打中了一隻英國最先進的導彈驅逐艦 就叫做HMS Sheffield 而阿根廷的空軍 法國製造的幻影戰機 攜帶著一枚飛魚導彈 一枚飛魚導彈打過去 將一隻 Sheffield 英國軍艦 中間打穿了 整隻船中間打穿了一個洞 分開兩角 中間一個洞 這個損失慘重 為什麼呢 一枚飛魚導彈只有幾百萬美金的成本 一隻導彈驅逐艦 分分鐘是幾十億美金 如果一隻航空母艦就更加不得了 我用幾百枚的導彈去打你一個幾十億的戰艦 我一定是盡量的 打不中我都沒有吃虧 打中了我還賺到突 澳洲海軍 根據英國和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戰爭 澳洲海軍得出的結論 未來戰爭之中航空母艦的作用不是太大 算了我不買了 2.5億美金我也不要 英國就沒有了這宗生意 總括來說 這是麥爾本號的航空母艦英國生產製造的 前前後後撞了幾次 我不知道 總之造成了150多人的死亡 未計傷 為什麼我又說這艘軍艦跟中國有關呢 這艘軍艦真的跟中國有關 最後到了1982年的時候 氣船 澳洲海軍不玩了 這艘船不要的就丟掉了 丟掉了不是隨街的丟掉 結果麥爾本號在1984年的時候 把航空母艦上所有的武器裝備和電子設備 拆掉 只剩下一個殼 只剩下一個殼 變成了一艘廢船 廢船賣給中國聯合拆船公司 在1985年5月21日 還沒到遼寧號 麥爾本號英國製造的澳洲航空母艦 這艘廢船被牽引 一直拖引到廣州的黃埔船廠 大家記住一個日子 1985年5月21日 麥爾本號這艘廢船被拖到廣州的黃埔船廠 但是拖了之後 到底怎麼用呢 中國方面 其實我所了解是沒有公佈的 你現在看到中文資料的公佈 嚴格來說不是中國官方公佈 而是透過英文的報導 翻譯成中文 在我印象之中 中國官方沒有說過這艘船到底是用來做什麼 後來 張趙中將軍 張趙中將軍充滿爭議性 被號稱為一個 水軍 或者戰略忽休局的局長 張趙中將軍曾經一次訪問 說 其實1985年5月21日之前 麥爾本號被買了 拖回廣州的黃埔船廠 中國人民海軍 即中國海軍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這是張趙中將軍的說法 是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個英文的報導 曾經這樣說過 在這個時候拖回來之後 根據一些外電的報導 譯翻作中文也有 當時負責建造航空母艦的劉華青雙軍 劉華青上將 這是中國的航母之父 在他的推動下 在上海研究所啟動了 中國航母設計建造的可行性研究項目 只是研究 大家留意 我剛才有說的是上海的研究所 所以說 整個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華東 包括江蘇省的泰湖 在長江的出海口 不是在廣州黃埔 廣州黃埔那是珠江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如果你勉強跟廣州有關係 1985年的時候劉華青上將要求海軍的廣州艦艇學院 開設航空母艦班的培訓課程 但是好像又不是很關於麥爾本號的事 我們現在唯一只知道 麥爾本號的航空母艦 排水量是15000噸 總之被廣州黃埔的船廠 納了 納了拿來做什麼 不知道 現在坊間有些說法 我覺得不可信 現在只知道這艘船是被中國買了 但是到底對於中國 設計製造 自己的航空母艦起到什麼作用呢 坦白說我評估不到 我評估不到 現在坊間有些說法不是太可信 包括說什麼 這艘航空母艦上面有一個蒸氣的彈射技術 這是英國人發明的 蒸氣彈射技術會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可信的 因為當時澳洲將這艘船 賣給中國的拆船公司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敏感的設備全部拆掉 不可能再在這艘船上 去到廣州黃埔 不可能再有敏感的設備在這裏 很大機會都被拆掉 所以說 到底這艘船 墨爾本號的廢船 對於中國航空母艦 自己的設計製造 有什麼影響呢 多多少少一個謎團 至少我評估不到 至少我評估不到 但是大家知道 在中國的航空母艦的發展歷史上 除了有俄羅斯海軍的影子之外 亦都有英國和澳洲海軍的影子在裏面 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我剛才說了什麼蒸氣彈射技術 其實英國在航空母艦的發展歷史上 至少解決了三個技術問題 這三個技術問題充分反映了英國 它不一定在高深的科技方面 有什麼先進的東西 但是對應用技術 尤其是海軍 海空三軍的應用技術 英國的軍方貢獻 其實不應該被低估 跟現代航母很重要的三項技術 第一個就是邪角甲板 第二個就是航空母艦的助降系統 什麼叫助降系統 方便那些 迴航的飛機能夠準確地落到航空母艦的甲板上 這個叫做 幫助降落就是助降系統 這是第二個技術 第三個技術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蒸氣彈射 蒸氣彈射的技術 我先講第一個就是邪角甲板技術 邪角甲板技術是英國人發明出來的 1944年冬天的時候 一個英國的海軍軍官 他的靈感觀察了很久之後發現 有值得的航空母艦 但是那個跑道以前是跟航空母艦平衡的 但是誰知道在1944年冬天的時候 英國皇家海軍的一個中級軍官覺得 不用 航空母艦是直的 但是那個跑道可以是斜的 不用跟甲板平衡 一斜了甲板之後 斜了斜角的起跑線 就停出更大的空間做三項技術 第一可以在航空母艦的甲板上 有專門的飛機停放區 就不一定下下降到甲板下面 在甲板上也可以有停放區 第二 那個斜角的跑道 是方便飛機 無論是飛出航空母艦 還是在外面 要飛回來 要降落航空母艦 就有一個更大的跑道 更長的跑道 因為他打了斜角 這隻軍艦是直的 但是 甲板上邊的跑道是斜線的 即是長了 長了大概多少呢 就是那個跑道和軍艦 大概是向左偏離6度左右 你自己可以拿一個圓規自己去試一下 或者用一個角氣你自己去測量一下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是英國人的發明 這是英國人的發明 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發明了 那一刻就解決了航空母艦上 怎樣有一個更長的跑道 怎樣可以在甲板上停飛 解決了 然後到1952年的時候 就是朝鮮戰爭 英國有參加 朝鮮戰爭 英國皇家海軍也有參加 在1952年這個斜角 跑道是第一次真的應用 在朝鮮戰爭的戰場上應用 皇家海軍的飛機 後來美國也學習的 美國的飛機 就是在航空母艦斜角的跑道上起飛 對於中國文志願軍的攻擊 來得更加頻繁 要留意這件事 站在中國的角度當然不是好東西 這個就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航空母艦的一個坐降系統 這個比較複雜 我不詳細講 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光學的粒面鏡 它會裝在航空母艦上面 一個光學的粒面鏡 當然還有其他附載的設備 它就很方便 飛回來的飛機 能夠更準確看到航空母艦的甲板和跑道 不至於偏離了 因為航空母艦那麼大 多大也好 多大也好在茫茫大海上的飛機飛回來的時候 可能是很小的形象 你想想飛機降落如果下不准的跑道 在陸地上就最多是跑尾了 但是在海洋上就會中下海 它下不正的跑道就會中下海 所以對於航空母艦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就是 如何可以協助 那些飛回來的飛機 能夠準確地降落到航空母艦的甲板上 這是一個很高的 需求 一個技術的需求 結果英國皇家海軍的軍官 1952年的時候 有一個軍官 很有趣的 這個軍官在海軍部裏面做事 無意中有一天 說得壞一點 他在看女生 偷看女生 在辦公室看到一個女海軍軍人 他對著鏡子在補妝 在塗上唇膏 在塗上唇膏 這個軍官突然想想 行啊 完全可以在航空母艦上裝一個鏡 用這個鏡子的反光和加大反光的效果 從而引導那些飛機 能夠準確地降落到航空母艦的甲板上 就是這樣啟發 這個技術很複雜 我不詳細跟大家說 簡單來說是屬於一個 光學粒面鏡的技術 還有很多其他的燈泡 很多的組成 幫助 這些飛機 準確降落 因為 到了二次大戰後期 作戰飛機已經不是那種螺旋式的飛機 已經變成噴氣式飛機 噴氣式飛機速度快很多 快很多的時候 變成了降落 如果不準的話 跌落海的機會 比那些螺旋長的飛機更高 因為速度快 所以有了這個粒面鏡的技術之後 能夠準確地降落到甲板上 這個也是英國人開發出來的 英國國海軍開發出來的 也挺有趣的 故事就是跟一個 英國的皇家海軍的軍官去偷看女生的時候 看到別人在補裝 擦唇膏 照鏡擦唇膏的時候 就啟發了他 這個很典型的英國人的特點 總之 現代航空母艦裏面的三種技術 三種技術 包括 邪角的甲板 或者邪角跑道的甲板 坐降技術 以及精氣彈射 這三樣東西都是英國皇家海軍 的技術人員和軍官去發明出來的 當然最後發揚光大 都不是英國 是美國 很多海軍技術 他的原創就是英國海軍 但是最後發揚光大 精益求精的是美國 大家都知道英國和美國都是講英文 這對的Cussons 這對的 所謂的英美的共同體 其實都挺穩笨的 很多時候英國 創意想了一些東西出來 最後割和青的就是美國 大家 會充分認識到英國和美國 彼此之間的利益和矛盾 或者潛在的矛盾 在海軍技術上 尤其是航空母艦的技術上 可以充分體現出來 最後 我們說回伊利沙白女皇號 不過大家要留意 這隻伊利沙白女皇號 其實他不是說現在的伊利沙白二世 他應該說的是伊利沙白一世 應該是 16世紀的第一位伊利沙白一世的女皇 他是在說這個 說回伊利沙白女皇號 我再說一次 他不純粹是一個軍事上的耀武揚威 他更加都是 在走Catwalk 給貨板 給中東的國家 印度洋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去看 看看皇家海軍的航空母艦多威 要買就趁手了 其實在給貨板給大家看 這個不是我吹水的 可以引用 伊利沙白女皇號航行 之前 英國皇家海軍第一海武大臣 First Sea Lord First Sea Lord 就是第一海武大臣 這是一個官職名 第一海武大臣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相當於英國皇家海軍的總司令 總司令一位海軍上將 就叫Tony Radekin 羅達金海軍上將 他在一個說話說 哪裏有海軍 哪裏就會有貿易 哪裏有貿易 哪裏就會有海軍 這是現任的 英國皇家海軍第一海武大臣 或者海軍總司令 羅達金上將 一句金句 就是形容 這次伊利沙白女皇號航行 留意貿易海軍 貿易海軍 貿易 Trading 除此之外 還有 我再引述一個 在國家安全上 一個很有名的專家 世界級的專家 真的是世界級的專家 就是前英國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匹德 匹德勳爵 Lord Peter Rackets 他認為 將航空母艦派到遠東 這是顯示皇家海軍兩艘航空母艦巨大的投資 是要有回報的 是要有回報的 然後 他就補充了一句說話 這次 伊利沙白女皇號 去遠東 去南中國海的行動 與其說是一次軍事的 戰略上的表演 倒不如說是一個外交舞台上的表演 要有回報的 所以 最後一句說話 In the end Everything is business 這個就是英國人的思維 多謝各位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 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